欢迎收听七届白讲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佛宝题的第二小题 这题对应的是思念三宝界的 战胜了烦恼之敌这一句 许多人都会对于佛有一种误会 就好像认为说佛是一种很高层次的一种生命 那么在上一题我们就谈到了 所谓的佛其实就是觉悟的人 那当然觉悟的人不仅限于释迦摩尼一个 不仅限于乔达摩西大多一位 在古史的时间以来 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得到了觉悟 或者说正在很接近觉悟了 那么得到觉悟的那一群 我们称之为就一样也叫做佛 正在快要得到觉悟者 我们称之为菩萨 所以佛有很多 但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佛好像是一种很高的神 所以就会认为好像佛有分层级 比如说释迦摩尼佛是阿弥陀佛的老板 谁谁谁谁谁老板之类的这种观点 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所有的佛他们的共通点都是战胜烦恼之敌 他们的共通点就是在于克服了烦恼 让烦恼不再运作 这是所有的觉悟的佛的共通点 那每一个觉悟的人或者说这些佛呢 虽然他们都享有战胜烦恼之敌这个共通点 但是他们在面对世界的时候 或者说他们在帮助别人 他在作为一个导师的时候 他会有他的适合的学生 就好像如果一个老师 他非常的 就是说不论学生的条件好坏 他都平等对待 这样的老师这种一视同仁的老师 对于那些条件比较不好 或者说追赶进度会比较辛苦的学生来说 可能是好老师 但是对于那一些 其实非常聪明非常精英 而且想要学更多的人来说 对这样的学生来说 这个老师可能就没那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需要 这个学生需要的是 更针对精英所设计的课程 如果这个老师一视同仁的话 就会把他学习的机会 分了很多时间 给那些可能条件 没那么好的学生 让他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照顾 但是反过来说 那一些抱有精英主义 对精英会特别用心去照顾的老师 对精英学生来说 是个好老师 可是对于那些一般的学生来说 可能就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进度永远赶不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能说哪一个导师比较好 哪一个导师比较坏吗 没有办法 对吧 我们只能够说 他们的教学风格 适合不同的人 所以当我们在比较 佛跟佛之间 谁比较厉害的时候 其实只能从两个面向来比较 第一个是他个人的状态 比如说他个人的知识 个人的学养 个人的心智的稳定程度 如果是从每一尊佛 个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 那基本上每一尊佛 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所战胜的烦恼 数量不多不少一样 比如说我们一般认为 佛教认为说 烦恼有八万四千种 那么到了更专业的佛教术语 就会谈到两百多种的烦恼 每一尊佛 他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哪一尊佛更多 没有哪一尊佛更少的 将这些烦恼斩断 为什么没有更少呢 因为如果更少 他如果斩断的烦恼 不够八万四千个 那么他就不足以被称之佛 不足以叫觉悟 那为什么不会斩断更多烦恼呢 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烦恼 需要斩断 所以每一尊佛斩断的烦恼 消灭的烦恼是一样的 所以他个人的状态来看 佛与佛之间一致 没有谁优谁劣 然而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不同的导师会适合不同的学生 所以不同的佛 他也会适合教学不同的学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 自然也没有办法去比较 谁优谁劣 只能说适合的人不同 对吧 我们只能说 我比较适合这一个佛的教导 我比较没有那么适合 那一尊佛的教导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 大臣佛教里面主张记载到说 东方有一个世界叫妙喜世界 那边的佛叫做不动佛 那不动佛为首的 那一个世界的所有会出现的佛呢 他们都是专门在教精英班学生的 所以像我这样子的一个 后段班学生到了那边 可能就会觉得好像不太适合 对吧 但是在此世界的释迦牟尼佛 就是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的 可能对我来说 这样的老师就比较适合我 所以从佛个人的状态来看 没有谁优谁劣 从他们教育学生的状态来看 也没有谁优谁劣 只有谁比较适合谁 这是针对第二题 事实上有多少个佛 哪尊佛最厉害的解释跟介绍 希望这堂课让你吸收愉快顺利